不少年轻人热衷拍抖音 但现在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的国际版TikTok 就被认定有个资和国安疑虑 陆续被各国下达封杀令 美国白宫现在更以保障数据安全为由 进一步要求所有联邦政府机构人员 必须在30天内删除电子设备上的TikTok程式 甚至连合作厂商以及标案内容 也受到相应的规范 不止白宫下达一个月的倒数期限 美国各州州政府以及加拿大 澳洲欧盟等西方国家和组织 也纷纷对公务机关寄出使用禁令 五国临近的日本同样在公务设备方面 跟进西方办法禁止安装 目前各国开始进TikTok 最主要原因就是引用他们的说法 就是说有难以受自然上的疑虑 自己通往的员工可以进行 或过TikTok去收集海外的TikTok用户的个资 他们有一个国家情报法 所有的国家机关 包括民间机关 包括个人都有协助中国政府 收集情报的义务 基于资安的部分 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禁止 这个抖应的使用 特别是在公务机关的使用 TikTok上面除了这个资安的疑虑外 过去也一直被视为 这个中国渗透 或者说这种假信息上 不得以主要的管道 那短影音的危害危险在于说 因为它时间短 然后为了吸引人家的目光 所以它会以一种极端的夸张的方式 来进行表述 我们设想在这个中国高度控制的状况底下 它将一些出入的讯息 甚至一些是透过像真伪技术制造的短影片 散布于公众 在一些特定的时机 或是潜移默化的状况底下 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社会对于这个认知种 产生一些偏误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它就会从各自升级到国安的成绩 尽管各国纷纷出招防止TikTok的危害 但这样的规范通常只针对政府部门 仍然难以限制一般民众安装使用 而美国众议院今天更直言 TikTok就有如手机里的间谍气球 特别针对是否把相关规范 扩大到境内所有装置进行投票表决 有关于这个资安疑域的部分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如果它进行不明发改善 而这样的危害更升级到 比如说想国家安全 甚至说更大的侵害 侵害整个社会整体公共安全利益的时候 很多国家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 希望透过法律来规范 当然这一定会会涉及 表现自由之间的冲突 风鸣全球的TikTok对年轻族群的影响力 不容小觑 尽管台湾目前也意识到 这类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带来的威胁 并明确将其列为 危害国家自动安全的产品 但现阶段仅行政院针对底下部会 列出相关的使用限制 还没有更全面的法规 来防范TikTok的渗透 台湾还使用还不是国际版的抖音 它不是国际版TikTok 而是实际上是用的是他们的抖音 台湾对这类的行为的管制的速度也不快 基本上都是有了外国的立法 台湾政府谈得更进 然后这里面比较吊诡的一点是 其实台湾是除了全世界所说这方面 威胁最重也最急迫的地方 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应对 是不是让台湾省体社会及国家 曝露在更高的风险中 其实是大家必须要思考的 随着各国纷纷出手开砸抖音和TikTok 面对网络社群与短影音的认知战危机 未来要如何在治安国安 以及言论自由间平衡 恐怕还需要更多共识 以上是记者陈一军采访报道